3月4日下午,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与洛杉矶郡联合举行第三次新冠疫情通报会。 通报了洛杉矶郡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和疫苗接种情况。 洛杉矶郡督查苏利斯、洛郡公共卫生局局长费雷尔出席, 并邀请社区卫生工作者项目负责人弗洛雷斯分享了社区防疫情况。 苏利斯指出,少数族裔深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可喜的是已经看到了战胜新冠疫情的曙光。 目前,洛杉矶的确诊住院和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这与大家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也要感谢科学家们研制出的疫苗。 洛杉矶郡有超过220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但是出现了接种疫苗的不公的现象, 西域裔和非洲裔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远低于白人和亚裔。 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继续,特别是确保最脆弱人群率先接种。 费雷尔当天介绍了洛杉矶郡当前的新冠疫情情况。 洛杉矶日均新确诊病例,住院率和7日平均死亡人数都在持续下降。 其中,确诊病例和住院率均已回到了疫情飙升前的水平。 但死亡人数仍很高,这提醒着我们防疫仍未结束,仍要继续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洛杉矶郡仍处于加州的紫色区域,因此我们要继续遵守防疫准备,有望在3月17日进入可更多开放的红色区域。 费雷尔特别强调,不论移民身份,民众只需提供与符合资格行业的工作,相关信息或年龄65以上便能接种疫苗。 洛杉矶郡目前没有足够的疫苗,洛郡目前有330万人符合接种资格,共需要600万剂疫苗,但只有200万剂量的疫苗。 洛郡目前的疫苗接种预约需要通过州政府的MyTurn网站。 这给那些没有电子产品或网络的民众带来不便,希望通过家庭医生和社区疫苗接种站帮助预约。 最后,社区卫生工作者负责人弗洛雷斯分享了社区卫生工作者在疫情第一线的情况,他们向社区民众提供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发放传单、口罩、消毒液,提供疫苗接种信息等等,帮助阻止疫情传播。 除了新冠疫情相关的服务外,社区卫生工作者还为大家提供包括健康、食品安全、法律和心理卫生方面的服务资源。 从而团结社区,帮助更快更安全地结束新冠大流行。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主席 主席